OK啊 然后下面的话呢 我们再来说一下 就是这个详细的一个榜单 我们怎么去采集 好吧 然后首先还是跟我们刚刚的一样 你去分析它的一个数据来源就可以了 那分析数据来源的话呢 首先我们点击右键检查 来到network刷新网页 对不对 刷新网页以后的话呢 这里面有个注意事项啊 中文的话呢 最好大家不要去进行一个搜索啊 因为你可能收不到一个结果 你们就直接搜这个代码的一个名称 就可以搜到对应的一个内容了 好吧 那当我们搜到这个结果以后的话呢 把链接同样的给它拿下来 然后这个代码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重新新建一个好吧 我们来复制它重新新建一个 来一个02 OK 然后把前面这些东西呢 给它干掉啊 链接的话呢 给它换一下 链接我们现在换成这个链接 OK 然后把这个链接给它换一换 放完以后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再去执行一个request 对不对 再去执行一个请求 那么请求方式的话呢 还是一样的啊 为get 对不对 其他东西呢 都是一样的 url等于咱们的一个url 然后headers呢 等于咱们的一个headers 然后呢 我们在后面啊 给先老规矩啊 看一下它的一个响应 对不对 来看一下这个响应结果有没有问题啊 一般应该不会出现什么太大的问题 404看到没有 404就证明有问题了 同意们 注意这个问题啊 那为什么会出现404呢 这个 我也不太清楚啊 反正呢 主要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结果 好吧 首先的话呢 我们前面的一个 这个内容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我们把这个先给它干掉 先留一个这个东西 你看 我们不加防盗链 它就出现了一个200 对不对 我们也同样可以拿到数据 有些时候的话呢 像防盗链啊 针对于一些特殊的网站 对吧 它可能是并不需要你去加这个防盗链的 好吧 所以这个注意一下啊 把防盗链给它干掉 那干掉以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拿到对应的一个结果了 然后这个结果的话呢 就简单了 你可以直接用Json去取就可以了 对不对 还没有 直接用Json就可以取到了 那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直接用 建制队的一个取值方式 就可以取到里面的值了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JsonData 对不对 然后使用JsonData的话呢 使用建制队取值 那取值的话呢 首先我们取到这个list的 对吧 取到list的以后的话呢 这里面是一个列表啊 来个list的下滑线 我们来复合循环 循环一个list的 好吧 然后下面的话呢 我们用I去取值就可以了 呃 取I的话呢 首先第一个 我们可以去取它的一个code 对不对 code是它的一个编码嘛 然后把它稍微的改一改啊 这个也给它改过来吧 啊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是我们的一个名称啊 关于名称的话呢 我们取这个 看到没 好吧 然后后面的话呢 都是同样的了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要去找这个价格 0.33 process 没错吧 啊 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个呃 涨跌幅6.45 6.45在哪个位置 啊 这个 没错吧 啊 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个呃 涨跌额0.02啊 0.02 这个 对吧 然后下面都是呃 以此类推了 好吧 涨跌额下面的话呢 是百分之三点三二啊 百分之三点三二的话 应该是咱们的 这个 诶 啊 是这个啊 五分钟的嘛 对不对 五分钟的就那个file OK啊 然后呢 还有咱们的一个公开啊 公开0.31 0.31在这个位置 open 对吧 还是挺见面之意的 这个名字 啊 还有 啊 诶 啊 这个是金开啊 不好意思 然后着收 啊 着收又是什么玩意儿 0.31啊 yes curl 对不对 这个这个应该没取错啊 没取错 没取错 给它沾贴 呃 然后呢 还有我们的一个 最高啊 最高是0.33 0.33是哪个呢 啊 反正都对应它的一个直句取 就可以了 好吧 这个是一个体力活了啊 然后最低是0.30 最低应该是这个 好吧 这个数据最后怎么保存这个 我们就不于重点的一个讲解了 保存的话呢 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操作 好吧 我们最后再做一做吧 都讲到这里了 最低的话呢 是成交量 成交量的话呢 是48 对不对 是这个 然后去复制就可以了 呃 成交额 11522 是这个 然后还有咱们的一个换手率 换手率 494 0.4 0.04 对吧 找这个 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个量比 0.84 0.84 其实如果没有强迫症的同学 你直接 全部取出来就完事了 对吧 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东西 但如果 但我这个人就 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点的强迫症吧 负0.521 是这个 然后还有一个 增幅 0.0968 这个 其实它你发现没有 增幅 对吧 它用的是这个 用的是拼音的缩写 你看 连它取名字都取得自己都麻了 对吧 就跟别说我们了 然后还有咱们的一个 321 321 430 还有没有 负0.18 还有一个 净利润 快了快了 还有这个 负15 什么什么的 这个负15 什么什么的 在这里啊 在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呢 你得先取它 然后呢 再取 先取这个 然后再取它里面的 这个 好吧 然后最后一个呢 就是一个 主营收了 主营收呢 也是这个里面的东西 对不对 好吧 这些所有东西呢 都给它取出来以后的话呢 那么 哎 这里怎么多了一个 倒数第三个啊 0.18的 0.018 这个是没错的 那错的是这个 负1.8 负1.8 应该是 P1 对不对 这个是搞错了 太多了 太多了 然后最后的话呢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 呃 保存了 好吧 保存一下吧 都搞到这里了 不保存一下 手势有点难受 点一个 CSV 好吧 然后呢 来一个model 等于一个 A 追加写入 然后new name 等于数据控行 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encoding 等于UTF-8 然后 add一个F 好吧 保存的话呢 我们使用到一个模块 我们import导入一个CSV 好吧 这个模块可以去掉了 好 使用CSV点一个write 然后把我们的一个F传进来 那么这个是我们CSVwrite 好吧 使用CSVwrite呢 点一个writewrite 然后最后啊 把里面的每一个内容呢 对应都给它写上就可以了 好吧 这个说实话有点坐牢啊 你还要去比对 就你写的数据呢 如果出错了该怎么办啊 应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可以吧 这个操作呢 也可以跳过啊 好像挺好玩啊 我感觉里面看着我应该挺好玩的 对吧 但是自己去坐真的挺坐牢的 好 好 最后的四个 最后一个 终于搞完了 OK啊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保存 保存最后一个步骤 我们给它来一个表头啊 来一个小小的表头 你直接把刚刚那段复制过来就可以了 好吧 然后把它们的都加上这个引号就OK了 那如果老师我想要中文怎么办呢 自己去复制啊 我真的是气了 自己去复制啊 这个有点 加引号倒是不太难啊 就主要是你要把这些东西全部给它 给到一个结果 好吧 然后最后呢 我们右键运行来看一看有没有问题啊 OK 然后我们的一个数据呢 就已经全部的裁下来了 好吧 当然呢 我们还有一个翻页没去做啊 那对于翻页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看 好吧 嗯 首先我们来翻一下页吧 那既然讲到了翻页 我们就翻一下 呃 首先它是肯定是一个动态页面 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对不对 那动态页面的话呢 我们就先得去确定啊 它翻页的一个规律是怎么 来搜一下 OK 搜到这个结果以后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就这个配置啊 看到没有 就这个配置啊 我们来看一下 改一下这个配置就可以了 好吧 就在网页链接里面的话呢 有一个 找一找啊 我们来找一找 配置 好吧 配置等于0 看到没有 你把这个一改就可以了 改成我们的一个配置 对不对 然后呢 给它来一个货金环 货一个配置 运一个我们的一个认解 从第一页 不对 从第0页 好吧 一直到我们的一个 这里一共有多少 203 对吧 我们这里面就可以写一个 203 OK 呃 然后呢 这个缩进 搞一搞啊 把它缩进一下 缩进到这个里面去 这里加一个F 好吧 然后就可以去实现我们的一个翻译操作了 好吧 我们再来运行看一看 它实际上是已经在爬了 只不过我没有打印这个结果让你们可以看到 好吧 当然这里面报了一个错误 呃 这个错误的话呢 大家可以 踩过去就可以了 踩过去就可以了 同学们 好吧 自己踩过去就可以了 因为到第二页的话呢 有一些信息可能 呃 没有那个东西 对吧 没有这个LW 而不是 LB 牛 牛逼 而不是 这个 量比啊 你看有一些数据没有量比 所以我们可以去 进行一些处理吧 好吧 对于这些没有的数据 进行处理 嗯 这个 好吧 既然讲到了 那就来做一做了 好吧 然后最后的话呢 我们再去解决一下这个 呃 报错 好吧 呃 现在遇到这个报错呢 是因为有一些数据 它没有这个键 嗯 那最 最笨的一个办法呢 就是直接一个券 对吧 用异常去捕获它 呃 捕获它以后的话呢 我们来一个这个 啊 这个LB 等于一个空就可以了 啊 这是一个最笨的办法 那像其他的数据呢 也可以这样去进行一个操作 好吧 嗯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还会不会报错啊 肯定还会报错啊 这里面 让它看一看吧 你看 对吧 P又报错了 就是你当你遇到这种报错的时候呢 你就把刚刚的这一段 给它复制一下 好吧 就哪个键报错 你就给它换掉就可以了 啊 你看 我给它换掉 然后现在我在运行的话呢 不知道它又会不会诱报错啊 应该还会有啊 我感觉 这样子里面有什么问题啊 总共有200多页 以后面遇到什么暴硕 你就把它加上就可以了 这个解决一种暴硕的一个方式 然后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其他的都是一样的操作 我这里面就不去进行演示了 谢谢大家的一个观看 然后对于咱们这个内容 还有问题的话 可以加到我们up主上面的一些联系方式 好吧 OK 拜拜